台大新闻研究所论坛聚焦全球化地方新闻与永续发展 以越在地越全球台湾地方新闻现况 以及守护台湾气候变迁及永续发展为主题 第一场论坛由台北大学经济系教授郭文中主持 中佳宽平北建总经理徐巧妮也受邀参与 分享在全球化与数位浪潮下地方新闻面临挑战 仍坚持制作优质地方新闻 推出中佳新闻网 并成功争取跨系统播出几声全国性媒体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在转型的过程当中 从网路里面我们也要让大家看得到地方新闻 所以中佳宽平在去年的5月份成立了一个新闻平台 叫中佳新闻网 也就是说在这个新闻网里面 你可以透过不同的界面 就是说你可以搜寻到高雄的通一地区来分 依新闻类别来分 甚至我们在里面还开设了一个叫媒体试读专区 这是目前目前最夯的一个议题叫媒体试读 地方新闻如何让全国看到 除了在网路上之外 除了在YT上可以看到之外 其实我们在高雄都会台就是在一个28年的一个地方台的频道 我们最近也让它上架到81台 上架到81个126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全国性的一个管道可以看到地方新闻 地方新闻可以运用这种在数位化优势之下 让在地新闻可以透过数位化这些平台 传输到更大的一个范围 不限定说过往只是在地方有限电视台 而是甚至可以到全台湾甚至全世界 让大家可以看到地方的一个声音 地方文化的一个特色 那这样才有办法去掌握这个数位时代的一个优势 地方新闻其实它跟每一个人的社区是最接近的 那尤其我们的有限电视 其实它扮演了跟我们很多地方 尤其是老人家的陪伴的作用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限电视 它可以提供优质的地方新闻 让我们社区里面都知道说 在我们的这个社区里面发生了各种大小的事情 大家一起共同来关心社区 共同关心自己所生长的这个地方 共同思考 我们怎么样一起可以让这个地方更好 那我想这个是地方新闻 它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价值 那可能我们也观察到说 这几年可能媒体对于地方新闻的关注 好像有一点点有这个力有未带 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 透过对于地方新闻的讨论 再次唤起大家的共识 跟大家的关注 惠中也探讨现今台湾地方新闻的发展现况 问题与挑战 地方新闻如何透过新闻报道 与公民参与互动 与地方新闻在数位化时代下的未来发展方向 或转型策略 那今天其实最主要谈的内容是关于 地方记者或是地方新闻 在这整个媒体生态里面所面临的冲击 那以现在的整体的情况来讲 大部分的媒体都不太投资 或者是注重地方记者这块的人力 那绝大多数的人力是空的 是由全国版的记者来代表地方新闻 那传统的报社中止自由联合是还有地方记者 但是这几年其实不管从版面 或是从人力来讲 也都面临萎缩的情形 那整个大环境是这样子 那其实这是蛮可惜的事情 因为地方新闻它跟在地有很强的连结 然后可以经营很多地方民众的情感 那很多新闻如果离开了地方记者层次 到全国版几乎是没有箭报的机会 那我是希望说透过这些座谈会 大家可以做一些反思 让给地方记者或是地方新闻更多的空间 那其实我想大家都很可以深刻理解 现在这种高度全球化的局面里面 不管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还有各种价值观的冲突 其实每天每天都在我们生活周遭上演 那其实在面对全球化的情势里面呢 其实有句很重要的概念是 越在地越全球 也就是说我们当跟各种不同的文化 撞击的时候 我们会重新再来去思考 我们自己的独特性 也会反思我们自己有什么地方不足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要来 从这样的一种地方跟全球之间的 辩证的角度 所以一方面我们邀请了非常多的媒体业者 来谈他们对于地方新闻的努力 因为其实每个人的生活经验 都是从社区开始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也很珍惜的是 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生活的地球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可以让大家共同一起来思考说 那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各种的环境的冲击 能源的危机等等 那尤其是媒体跟记者 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希望大家一起可以来探讨 然后一起反思 中佳宽平北建总经理徐巧妮也表示 中佳宽平既去年举办在地影像赔力 与针见活动受到热烈回响 今年将持续举办 邀请民众用镜头记录在地故事与特色 让中佳新闻不只为在地发生 更成为地方民众媒体禁用的平台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